國內疫情日漸趨緩 對於宗教的宮廟參拜也逐漸開放 接下來就要到了中元節 而在新北市淡水區的福佑公媽祖廟 以及淡水清水岩祖師廟 今年一樣會舉辦中元普渡法會 不過同時也要遵守政府的防疫規範 還有人流管制 國內疫情日漸趨緩 對於宗教宮廟參拜的部分也都逐漸開放 而接下來就要到傳統民俗的中元節 過去許多宮廟都會舉辦法會 而在新北市淡水區信仰中心福佑公媽祖廟 以及淡水清水岩祖師廟 也將會分別在國內的8月28、29 以及8月21、22兩天舉辦中元普渡法會 不過信眾要參與 也必須遵守政府的防疫規範 還有人流管制 中元普渡也即將來到 我們淡水福佑公也是配我們 新北市政府的要求 我們要提出一系列的這個防疫計畫 包括我們普渡這個全程 我們都要來遵照我們防疫的規定 我們也今年也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這個法會的期間 我們是不提供我們信眾 來跟著參拜 來避免大家的群聚 淡水福佑公表示 媽祖中元普渡法會 將會在8月29以及28舉辦 包括了普渡法會、放水等等 而信眾若是要參與提供祭拜品 也能夠透過廟方來統一準備 就不用再到現場來擺放 而福佑公的法會在現場 將不開放信眾參與以避免過多的群聚 我們淡水福佑公來這個全程來處理 我們也會有一個網路播放的服務 希望大家能夠在家裡 就能看到我們普渡的過程 在家裡就能拜拜 辦理這個普渡也提供這個貢品 只要信眾來兼這個香味錢 我們就會來幫大家來準備 就是大家也不用再準備東西 另外在淡水清水岩祖師廟的部分 同樣也會舉辦兩天的普渡法會 將會在8月21及22號兩天 雖然法會開放信眾參與 但也必須符合室外100以及室內50人的人流管制規範 並且進到會場信眾也都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還有配合實聯制管理 希望在兼顧宗教信仰的同時 也都可以做好防疫 記者許多安音樂水三方報導